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第123单元 风水学发展史 风水学的流派的第二段 在第一段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风水学的一些民间传说 第二段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风水学流派的总览 风水学从秦汉之后一直到达明末清初 甚至到民国到新中国的两岸分治时期 在这里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 风水流派大概简单来讲分成两大派 第一大派叫里气派 里气派风水学 所以我们先来讲里气派风水学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风水学里头 大概可以分成里气派跟形式派 那里气派的风水学又包括非常多的派别 形式派的风水学也包括非常多的派别 那里气派的风水学呢 在这里头类具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派别 包括五姓屠宅派 也就一般俗称的纳甲派 或者是八宅派 就是八宅风水派 命理派 还有三合派 翻卦派 悬空飞星派 五行派 星朔派 八卦派 齐门派 金锁玉冠派 还有九星飞伯派 齐门派 洋宅山药派 还有这个 非常非常多的流派 这些呢就是里气派 所以里气派风水学 基本上它下面大概也有呢 大概将近十种不同的小派系 呃中国人呢 传统上来讲 中国人都比较莫所成规 尤其是比较迷信书本的教条 所以呢 对书本教条 通常没有反思 也没有怀疑的这种习惯 所以风水学 因为它属于秘传 大部分民间风水学都属于秘传 所以在历史上 顶尖的风水学 顶尖的风水学大师 其实都没有帮我们留下一本的 真正的留下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书 而且大部分的风水师集 都是用歌谣形式的方式 用绝句 气焰绝句的方式流传下来 这只是呢 一些知言骗语 所以呢 包括郭普所谓的八宅 郭普的八宅学 还有这个沈足人 他的玄空学等等 像这些呢 只不过是根据民间流行的一些风水学 进行整理 所以八宅风水也好 玄空风学也好 他并没有一本书 记载他要怎么做 所以大概都是自言骗语 把它拼错而来 加上呢 他们这些人啊 写书的人 可能在当时的时代 都并不一定是风水学的大家 实践大师 那也有可能他这些书呢 只是他的追随者的一些记录 所以一开始呢 南门就有一些呢 认识不足啦 或实践不足的地方 是有错的地方 到后来之后 人们又根据各自的理解 各自的解读 各自的实践 所以又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加以扩充 扩充之后呢 拼凑起来 就形成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风水理论 在这系统风水理论里面呢 就变成乙偏盖群的情形 就非常非常突出 所以这时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风水树当中的杂质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 包括赖布伊啦 杨旧瓶这些呢 让人家觉得说 高山杨旨的这些风水大师啊 很多人都把他当成某一派的始祖 但其实呢 他们都不算是真正风水学的始祖 因为呢 严格来讲 包括赖布伊 包括杨旧瓶 他们都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啦 只不过是在他们后面 在他们后面 他们觉得说 他的主事也应该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因为高山大海风景秀丽了 也印裂出呢 这个大 大风水呢 好像呢 处处无浊 随境云变 处处皆有 这样一个特色 所以呢 在这些时候 因为人的流动 使得这个人啊 从这个 从南到北 或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或从西到东 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个理念 加上中国的这些大师们通常有留一手的习惯 也就是他生怕地址超越他了 所以做事物的难免会留一手 或者是做事物的难免会交错 为什么是交错 并不是 并不是无益的 而是故意交错 那这样的方式里头 这样子就保证了地址里头 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超越他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 所以呢 一些风水学呢 就变成真为难分 就变成说 而且中国文盲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所以呢 风水流派就是哪一个流派最好 不知道 只要能赚钱的就是好风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 所以呢 每一个派别的风水 大概都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在学习风水之学 学习意境之术 最重要是心态端正 如果你心态端正的话 能够虚怀肉骨 能够海纳百川 那你就可以呢 学习起来 就会特别有心得 特别有心得 有关于风水的派别 严格讲起来 就是分成理器派 还有所谓的行律器派 他们的理论 彼此互相渗透 彼此互相融合 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 叫万法归宗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学习风水 很多风水师 大概都是两派间距 只不过是 他可能是专长于哪一派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学习的途径不同 心得不同 领悟不同 所以其实同一个师父 他的风水也有所不同 也有所不同 所以呢 但是基本上来讲 学风水的人都有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把人道放在天地之道中间 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相信 天人合一 这么一套的玄学的逻辑 他把人道放在天道地道中间 就形成了各种不同式样的风水学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真正的一个派北的风水学 他基本上就是要追求天人合一 追求呢 这个天人感应 最高的目标 因为在两岸未经以后 因为风水学在民间流行 特别是唐朝以后 风水在民间流行 风水学变成一个谋生的工具 因为变成谋生的工具呢 就彼此之间呢 难免互相较劲 互相诋毁 互不相让 甚至呢 老死不相往来的事情 在风水学界呢 也所在也也常常听懂 所以这些呢 风水之间的争执呢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风水的各种不同流派 就逐渐形成 所以呢 我们常常讲的 明清两代呢 是风水患难期啊 其实讲的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为了要竞争 所以一定要排除一起 为了要竞争 一定要拉帮结派 为了要竞争 一定要故弄玄虚 为了要竞争 一定要拔尖自己 逼别他人等等 那这样的就形成了 所谓的中国朝代 一字一乱 一下子刺事 一下乱事 这样的情形之下 就造成人口的大量千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出自统一师父 但是呢 他彼此的说法 也是呢 各说各话 更有所长 我们现在讲 风水流派的从哪呢 最主要是根据 世库全书 因为世库全书 是康熙王帝 也是也是 世库全书呢 是这个乾隆王帝 最重要的一本 这个 所谓呢 这个 包罗万象士的 这种全书 根据世库全书 总题目的说法 他说啦 或是 将清乌先生所传藏经 还有郭仆先生所传藏经 还有郭仆先生所传藏经 将风水之处分为两宗 一耶中庙之法 中庙之法呢 是什么呢 是清乌先生所传藏经 二是江西之法 江西之法就是郭仆先生所传藏经 但是呢 清乌子藏经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谁也不知道 一直到原始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大金丞相 这个大金丞相 我们叫悟清泽 根据悟清泽 为清乌藏经所写的一个序 所写的序 根据这个序呢 根据悟清泽自己讲 这本书里头讲 他说了 这个清乌子藏经 是汉朝有一个人 他的道号名叫清乌子 他所写的书 那根据书中的说法 只知道呢 这清乌子是汉朝时代的人 但是他究竟是什么名字呢 并不知道 这本书里头被禁的郭仆呢 葬书引述经约 所以呢 在这个大金丞相悟清泽 所写的这个清乌先生藏经里面 他就斩钉截铁的说 郭仆在藏经里面所写的经约 就是讲的就是清乌子藏经 当然这个就叫李契派的风水学 就往前推了 但是因为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郭仆所引用的经典 这不全 也就是他是东隐一句 西隐一句 以至于呢 这些书呢 他没办法连贯在一起 而且连带着久远难免会脱落疑失 那也未可知 所以呢 清乌子卷是谁呢 其实中批呢 曾经在这个一千小字典 第127单元曾经有过分析 悟清泽这个人呢 中批在谈天说谊第108单元 我们谈到大金丞相 大金丞相 这个悟清泽 与藏经也做过一些分析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回看 找到这个一千小字典 第127单元 还有谈天说谊第108单元里头 就可以看到清乌子藏经 还有这个大金丞相悟清泽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实际上 这两本书的初次年代 可能不是汉代 也不是近代 很多人相信了郭仆的藏经也好 或者是清乌子藏经也好 这本书最早出现可能是宋代 可能是宋朝 为什么呢 因为在汉朝里面 并没有用风水术来替人看墓 即使郭仆在世的时候 郭仆也从来没有用他藏书的方式 来替人家看风水 所以一般人相信 郭仆也好 或者是清乌子也好 应该是宋朝的风水师所写的 然后甲头这两位大师的名字 把名字挂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根据这个世故全书的说法 那世故全书说 风水的宗庙之学 虽然来源是这个乌清子藏经 但是呢 集集大成者呢 就是宋朝的看语学家王吉 所以王吉呢 变成这个李契派的真正创始人 那王吉呢 他原本是洛阳人 也有人说他是开封人 他的祖父呢 跟他的父亲 都曾经在五代时期的后桌 还有宋朝的初年 当过四天监 当作天文皇家的这个国师 但是呢 因为宋朝基本上是科举制度 跟以前不大一样 科举制度呢 并不是你是名门之后就考得上 所以到了第三代王吉的时候 王吉考上秀才 但是举人一直考不上去 最后他决定了去学重关 虽然王吉非常聪明 但是考运不佳 所以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呢 在赣州开始经研风水 但是因为赣州当时 已经有洋云松风水学大为盛行 而这个王吉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风水学呢 就没有那么样的盛大 所以王吉呢 只好离家出走 他一直往东走 他到了江苏 到了浙江 最后呢 定居在福建跟浙江相隔不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松原镇 松原镇呢 现在是隶属于福建省的松西县 这个到松原镇这里隐居 然后在松原镇这里隐居的时候 因为松原镇呢 他并没有太强烈这个江西风水学的一个阴影 所以呢 这个杨云松所传的风水 就被称为江西派风水学 王吉所传的风水学 就被称为福建派风水学 所以呢 如果从王吉的年代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呢 杨云松的年代 我们可以知道 杨云松是唐朝人 王吉是宋朝人 所以呢 杨云松在前 王吉在后 但是呢 李七派的风水学呢 他又讲说 他这个风水学 是出自于周公 得利于老子 所以一下子 就把这个李七派风水学 往前推了好几百年 甚至到一千年 所以呢 有人相信呢 王吉到了这个福建居住之后呢 他开始潜心去研究呢 当时呢 曾间昙花一现的这个八宅风水理论 他把八宅风水理论 融合了杨云松的天律经 还有青囊奥乙 但是天律经 天律经跟青囊奥乙呢 据说也不是杨云松写的 是杨云松从宫廷当中带出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他就跟杨云松的天律经 还有青囊奥乙 这三本书合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新的风水理论 那这个呢 就被称为敏派 或者是福建派 就变成了跟这个江西派的 杨云松的刑事派呢 就变成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派系 这个学说呢 主要在于新挂 在于这个所谓的新挂 所谓的阳山阳相阴山阴相 不可乖错 存起于五星八卦 一定深刻之理 因为杨云松呢 因为这个里契派的风水学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楼盘的仪器 所以里契派风水学呢 他们改进的楼盘呢 表现得非常非常精密 所以他走到哪里呢 就只要一个风水楼盘 就能够搞定 然后形式派风水学的楼盘呢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呢 形式派风水学看风水的时候呢 必须要拔山涉水 考察山川形式 才能够看出风水的龙脉所在地 简单来讲里契派风水学呢 他在看风水的时候 他成本比较低 而形式派风水学呢 看风水的时候 他的成本比较高 因为他要到处去拔山涉水 因为这样子的情形呢 所以里契派风水学呢 因为福建这个多山的地方呢 你要去拔山涉水呢 简直是非常强能所然 所以呢 里契派风水学呢 就在福建这个地方呢 就大为风行 大为风行 但是因为里契派的风水学 他的风水的解释 全凭一个非常复杂的楼盘 然后这个非常复杂的楼盘的解释呢 他就因为他这个解释呢 非常非常多 那在楼盘里头 就好像求公约数一样 当你的变数非常多 公约数就越来越难求 甚至会变成无解的公约数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但是因为罗盘的风水学呢 并不是数学 所以他即使无解 他也能够解出个明目出来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契派风水学呢 常常会产生一个 好像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呢 所以他的主要的派北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包括在这个 照片上所提到的 这个所谓纳甲派 五姓屠杂派 八宅派等等 像这些呢 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各有各的说法 因为这样子 所以后来里契派风水学 就慢慢没有那么吃香 特别是当里契派风水学 所改良的这个楼盘经 被大量的人使用之后呢 很多很多这个形式派风水学 用这样的楼盘进行看风水 所以呢 在这个里契派风水学当中呢 最主要有四个派别 就是一个是三元派 一个是八宅派 一个是玄空派 一个是山河派 这个三元三河 八宅玄空 这四派变成里契派风水学的四大派 这个是因为呢 其他的这些小派 都是按照这个四派的风水内容 来加以发挥 那他在这里呢 最重要就是呢 就是九宫飞星 九宫飞星的说法 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九星啦 九宫飞星 就是指太阳系当中的太阳月亮 还有七大行星 第二种说法是北斗七星加上左五右臂 这样正好是九星 所以即使是九星飞 即使是九星所谓的九星飞星法 或者是玄空飞星法 他所谓的九星呢 也有不同种的说法 有人说是包括的这个太阳跟月亮 还有包括七大行星 也有人说这个九星呢 是指北斗七星加上左五右臂 两颗行星 两颗恒星所加起来叫做九星 但是在这里头呢 就把它称为这个紫白灰星 紫的意思就是 就是呢 就是代表紫灰星嘛 就是北斗七星 白呢 就代表太阳 所以叫紫白灰星 紫白灰星里面呢 又有所谓一白水星 二黑土星 三碧木星 四绿木星 五黄土星 六白金星 七次金 金星 八白土星 九子佛星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名目 也就是现在很多风水学 大概都采用这种方法 那里气派呢 也有一些命理学家啦 他自己认为他不是非星派 他是所谓三年里气派 那三年里气派里头 就把一两五行八卦 河土洛书 星象 神煞纳音 还有六任等等的 包括所有的武术概念 都全部纳入这个乌宅派 或者三年里论派 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风水理论 那这样复杂的风水理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复杂 但是呢 他基本上都是以八宅为主 所谓八宅为主就是 前队离阵驯染更坤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姓氏 哪一种姓氏 最后都归类在八大类型 在风水布局也会相同 所以呢 因为那么多奇怪 只能归类为八种 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一派呢 这个八宅风水学 八宅派的风水学 在台湾啊 在香港大概都有流行 那另外命理派的风水学 就是以宅族的命格 当中的五行的喜记 配合二四三 指导的五行 用悬空飞星来进行风水布局 然后再加上十二长生 所谓的命理学当中呢 长生沐浴灌带灵关 帝旺衰病死沐绝 太阳这十二个字呢 用这十二长生呢 来看这个命 来看这个墓主的坟墓所在 所以这都是礼器派 那另外一个番卦派 那番卦派风水学呢 就八卦翻出九仙卦 然后再配合三水 那常见的番卦派 主要是采用左辅右臂的番卦法 那这种的这种这种说法呢 据说是最早是来自于张良的老师 黄石公所传 所以这种番卦派 又自称为叫黄石公番卦派 然后他的口诀呢 有包括贪囊巨门入存 文曲连针 武曲破军佐武右臂 用这九个星来判断大吉凶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神龙定蟹般卦 也就是所谓的九星呢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另外行空飞星呢 他主要呢 又配合所谓的圆盘九星 然后呢他根据呢 旺衰吉凶 他有一些口诀啦 例如说他说 一白再坎为贪囊 二黑再坤为巨囊 为巨囊 三臂再证为鹿存 四吕再讯为文曲 五房中央为年争 六白再解为五曲 所以他有一段的口诀 那这些口诀 让你听起来是非常神秘莫测的 神秘莫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玄空派风水学 有人有很多公司的行号 公司行号 特别是办公司的风水师 帮人家看办公司的风水师 就非常喜欢采用这种玄空派风水学 那玄空派风水学的大师当中 就是清朝的蒋大宏 那蒋大宏被认为是 玄空派风水师的这个大家 所以呢这蒋大宏的传人非常多 玄空派里面又有分成很多小派 例如说无常派 癫兰派 书桌派 上渝派 湘楚派 广东派等等 那据说呢 这个光是玄空派风水学 据说有上百家的风水学 那还有一种叫金锁衣冠派风水学 那金锁衣冠这四个字听起来就非常神秘 有人认为金锁衣冠派风水学 他可能是出自于汉朝的奇门遁甲 他顾名思义就是用金的锁 还有玉的甲 金锁衣冠就是说他用金的锁 关的是一个匣子 玉的匣 然后把它收起来 所以表示呢 这本金锁衣冠派的风水学 表示他的风水书籍非常珍贵 他用黄金打造的锁 用锁在一个玉座的柜子里面 所以叫金锁衣冠派 然后他的理论也是来自于先天河图 后天洛书强盗 所谓先天为己 后天为用等等 所以呢 他就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简单使用 有很多方法传自一试 有人说啦 这个金锁衣冠派风水的准确性 这个超过任何的一个学派 超过任何的学派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风水学 因为这样子就染上了一个 讲的比较不好听一点啊 就是有点迷信 因为他们的说法非常非常神奇 非常非常神奇 那各自呢 都是成为制成大师 所以李七八风水学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 因为他通常单凭一个 非常复杂的罗盘 来定这个风水 定风水里头 他们的说法里头 又有各自不同的说法 有那么多的派别 所以呢 自然而然 一般人听了之后 如果你只听一家之言 觉得很有大理 等你到 再听第二家风水师大师的说的时候 他可能推翻了第一家风水师的说法 所以呢 这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莫中一世 这也是这个里七派风水学的一个 非常难以克服的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段呢 来跟大家分享风水学流派的总览 总览就跟大家分享里七派到底讲什么 简单来讲里七派靠的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风水罗盘 来决定这个地的风水到底是几还是凶 这个复杂的风水流派呢 他有各种不同的口诀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各种不同的派别 但是你可能找三个风水师来看风水 他可能讲的都不大一样 所以这也是这一派别的一个特点 也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 比较觉得说 让人觉得说好像一个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理论体系 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形式派风水学 感谢大家收看